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设立管宇艺术馆之外 也经常前往台湾各地的佛门圣地 潜修佛法 吸收大地精华 希望借由宗教的力量激发创作的灵感 黄管宇2022年2月份才在台中博税局大楼 举办国个人画展 4月份会到台南市新营区的南营大楼 明治市政中心 再次举办大地直爱画展 觉得自己非常有佛缘的黄管宇 最近特别到新北戏纸山区 拜会圣觉寺的自圆法师 希望可以得到开导跟启发 圣觉寺大法师 他给我就像父亲一样 教导我很多 在创作的理念上 还有很多的更多更宽广的理想来创造 然后也要用最 就是心灵的跟一种灵感 超灵感的方式来呈现一些 对大地的爱跟对人与人 或是心灵上的一种互动的作品 新北戏纸圣觉寺的自圆法师 且修佛法40多年 因为待人亲切 言行举止间充满无限残疾跟智慧 让很多工商政界名人向他请益 30岁在南投埔里 剃度出家的自圆法师 跟出生在埔里的黄管宇 算是半个同乡 黄管宇因此跟法师结下佛缘 也希望借由宗教力量的加持 以世界级的泛骨画作当作目标 而自圆法师对于管宇的毅力跟才华 也相当的喜爱跟肯定 那看他的画能够看是什么 看是他的一个 他的那种意境 我们喜欢打坐 喜欢修行的人 就是看那个意境 后来经他的介绍说 他这个要用3D 以现在的科技来 这样来欣赏他的画 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那不某而合啊 我是用第三眼来看 他用3D 后来我看了 哇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有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跟鼓励 充满艺术气息的黄管宇 带着各方的祝福跟期盼 尤其是皈依自圆法师之后 从此创作画笔有如神助 在台湾艺术界渐渐展露头角 以疗愈系画风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2022年4月 自圆法师也会带许多民间宗教团体 亲自到台南新营南营大楼 大地之爱画展的现场 替管宇加油跟打气 让宗教跟艺术融为一体 打造优雅氛围的慈悲跟欢喜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李嘉金 萧朝全 新北报导 新营举办大地之爱画展